看来这边这个小哥这是干啥 哟这不是一窝小鹿犬吗 这个母狗好 这应该是成年的 这是这一窝小狗的妈妈吧 是吧这老狗是吧 这个母的好 这个母的就找红色爆红色的 你看是吧 颜色比普通的这几个颜色要深的更多 这家伙不咬人吗 这家伙 因为小鹿犬 多美 吉娃娃 总称为城市三大鹤犬 非常的凶 我告诉你吧 但是实际吧 还行 对自己的主人温水 对别人 别看个子小啊 你别看他说 骨头缝里都是肌肉 挺凶的 这家伙知道吧 这小鹿犬多元素化的颜色 有这个铁包金色的 和这个黄色红色最为常见 其余不常见的 有这个蓝包金的 叫蓝鹿 有巧克力包金的 哎呦 他要爬上来了 哎呦 我去 这一会儿生的可不少呀 啊 这几个小家伙都是他的狗吗 一二三四五 这五条 五条里面 你看 大小等等不一啊 成年 我估计这个狗也就是 四斤以内吧 这狗也就是四斤左右 我估计 这个小 这个小家伙可能长不太大 我摸他的狗 只起小家伙 哎 我的天哪 来看一下啊 这家伙浑身就一点毛没有了 你看 耳朵立得倒挺好的 眼睛也挺大的 这狗长得挺漂亮的 小鹿犬啊 筷子腿 你看 小腿非常的细长啊 这狗成年以后啊 也就是在三四斤左右 非常的适合家养 陪个小孩 不爱吃 像 大城市住楼房的适合养这一种 因为大型犬嘛 不太适合进入家庭 因为家庭里面 饲养起来 空间本身就小 养个小鹿犬 这个小短毛的 天生短毛 眼睛也挺大的啊 小嘴非常尖尖的 挺漂亮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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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漂亮啊 这马上都成五毛羹了 一点毛掌都没有了 等我看一看 这一条颜色不是太好 这不是皮肤病啊 有的有的粉丝肯定会说 他没有毛 是不是皮肤病 那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 但是这个 就是毛比较稀少一点 其实我觉得这几只里面 这五个 这是老狗啊 五条小狗里面 这一条最漂亮的 这一条 无论是毛色 你看 早红色 非常的亮 味的啊 头上 这是有一点点 这个不是 这个 不是这个碰的啊 这个应该是短毛狗 通友的一点点皮肤病 这个叫真菌 咋什么 闻着咬的 这有一点点皮肤病 就是皮肤病嘛 这东西 大家都是可以理解的 还绝对不是 你这绝对绝对也没有用 我告诉你 在我面前 是没有人可以逃得过的 知道吧 不要忽悠我 这小狗什么假 好就是好 不好就是不好 对不对 是啥就是啥 这东西没必要隐瞒 没必要瞎说 这小家 你看长得到这么多 眼大 嘴剑 这个筷子锤 非常重要 多少钱 两千 两千 这个果 啥 这个 这个 我说这一车 小狗多少钱 一千八 那你可真敢要价 狗好是好 但是这个价格太高了 这种行情 你说 你这个狗 让个零头还得再往下抹 别说一千八了 你这八百还得再往下抹一点 一千八你太贵了 你这 现在小路选的行情啊 咱不说别的 你家的狗确实不错 这一条好 其余的这几条 我倒觉得没怎么样 这一条体型太大了 这一条太瘦了 是吧 这一条 说不出来它啥 反正 凑合的吧 感觉体型还不是特别好 那一条就太小了 而且颜色色素也不行 也就这一条不错 你这一千八的价格真是 哎呦 那真是狮子大开口 你 哎 这是 这是啥 气跑呢 这小狗 你当家吧 你当家五百块钱 我要一个 多少钱能要 真心话 我要一个 我就要这个 就要这个 这一只不错 这一条不错 就我说它偷上一点点皮肤品 这个 那你这个价格也有点高 你要是说实话 一千以下 我倒可以考虑 不过狗确实不错 绝对不能以下 绝对不能以下 那你意识最少得一千了 可以一千五 一千还想挂两个零 那不行 那这个价格我接受不了 这个有点贵 要是一千 一个大树 可以考虑的话 我倒可以简简单单 因为毕竟还有点皮肤病 我还得去给它喷一喷 这种东西啊 给大家科普一下 这是简单的满虫 给它喷一喷提特分 或者是打一下通面 这个效果 这一眼就没有问题了 而且晒晒太阳 会好得更快一点